聽說 賴院長 其實出生一般的家庭 學經力非常豐富 可是他這時候就是人物裡面最接地氣 所以我相信他在看事情一定很敏銳 很能符合老百姓的一個要求 他在讀老公一起做實事 所以不是學姐妹格不是政治妹格 這樣我聽了我就心肝大三人 因為我也是所有的關係院裡面最不會政治的 我是有話直說 有問題直接就提 那這個當現場之前我當過立法委員 正通人格這些事情我都懂了 也曾經學過 可是我覺得當我開始做現場之後 看到我們家裡我的故鄉 是這樣子的勞苦窮 我開始覺得當一個現場的責任 是要為這個地方的明天後天 我們的下一代去思考去怎麼樣去施政 所以我覺得我不再追求正通人格 院長知道我最高的是人 我講話就很直 但是我覺得我現在當現場 我是覺得追求從政 也許當首長的一個價值跟理想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們有很多的建設 事實上我們現在開始計劃過話 到真正做好的時候 那個時候也許我都老掉了 但是這個第一步的規劃是非常重要的 這大概是我最近這幾年當現場 跟以前當民意代表很大的一個心理 心理上覺得不太一樣的地方 所以我也是跟你一樣做實事 不搞政治的 我說當做 我今天說一說 去施一斤廟去 但是怎麼樣 去讓嘉義能夠翻轉 你們一定不知道 嘉義我們的財政真的只有在台灣 沒有資金一個台東 但是台東他又有 這個發動建設條例 所謂actually 我們是比他們還要窮還要桌金見準 還是我當現場 選得好辛苦 我只高興一個禮拜 第二個禮拜各局出來報告的時候 我們那個檢視民財政局長跟我說 你這次很難做 我說那是什麼原因 我選到這次都不滿意 他說我們舉在上線條本已經到了 你現在光是編 光是編預算就很難了 所以我們的議會 都會有不同的聲音 但是到最後他們 其實無從下手 六五三景會 因為我們自己在編預算的時候 自己就已經 自己抬到建品 都是已經流血了 所以在有限的資源 怎麼去合理分配 去歡轉嘉義 一直是我個人的期待 而且我現在第八年 我把負債減掉了85億 僅僅跟隨在院長後面 你那一百塊塊的時候 我是八十五億 那我想下一任 很多事情我都知道 可能就是在下一任接 不曉得是誰當選 但下一任接的人 他就會比較好做 但是基本上 只有靠這樣子的財政 開源節流 我們的這個地方 政府事實上是還是很困難 所以我一直不斷的提出來 城鄉差距這個落差 是非常重要的 那它基本上要解決結構性的問題 所以我好幾次都很大聲在講 這個行政區域重劃婚 我很高興 我們小葉也長上來 他也講到同樣一個說法 不過跟財政收支劃婚法 那個太久了 乾脆從這個行政區域 重劃婚 像我們這個北迴歸線 繞過的地方23度半 全世界才16個國家 我們乾脆台灣有經過北迴歸線的地方 我們都全部給它 弄在同一個行政區 以後我們就叫23.54 23.5 我都來講 235愛上了 這是數字密碼 所以我們 像澎湖 就很適合 也是愛上了 拍攝的一個地方 所以 我覺得很多事情 地方努力要做 但是沒有中央的支持 事實上是 力量是非常有限 所以我今天也希望 院長跟我們各部會 這些首長 長官們 也能請聽我們地方的聲音 我們真正坐下來 切實去解決問題 我覺得解決看到問題 能夠了解問題 解決問題 這樣才是把整個事情都做完了 所以今天非常非常歡迎 你呢